馬英九當選之後接受了這個媒體的訪問 談到了在520就職之後 他會不會特赦陳總統跟第一家庭 涉入的國務基要費的弊案呢 馬英九這樣說的 他說要等到司法程序走完之後 才考慮特赦的問題 換句話說 要等到法院三審定驗之後 馬英九才會考慮 馬英九選後 第一次接受國內平面媒體專訪 被問到會不會特赦 陳總統以及第一家庭所涉入的 國務基要費弊案 馬英九明確表示不會 他認為總統行使特別法要非常謹慎 特赦與否應該尊重司法程序 否則會有侵犯司法權的疑慮 尤其是出自於政治考慮的話 更應該要謹慎 因此他520上任之後 會等司法程序走完 再考慮是否特赦陳總統以及第一家庭 而他這樣的想法 也立刻得到黨內立委的高度認同 按照中華民國現行的特赦法律的規定 必須要經過三審定驗之後 國家元首才有 是否要特赦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因此在520之後 竟自由總統來宣布特赦 尤其是針對根本還沒有進行審理 然後還沒有定驗的案子 在台灣目前恐怕有至愛難刑的地方 就是要陳總統走完法律程序 法院三審定驗之後才能考慮是否特赦 這樣的做法在法律面來說當然合理 但是會不會給民眾趕盡殺絕的聯想 可能也是馬英九必須考量的因素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四年前的這個兩顆子彈319事件呢 使得這個陳宇扁總統當時險勝了兩萬九千多票 而成功連任 不過這個案子對於很多民眾來講 永遠沒有破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個扁謝會之前 謝長廷提出了希望馬英九好好調查 那麼讓人覺得不尋常 似乎這個話是說給陳總統聽的 那麼現在也使得319槍解案的真相 在馬英九勝選之後 似乎全落到了他的身上 而馬總統跟檢察官都保證 如果有新的市政的話 絕對重啟調查 兩年前二十幾位刑事專家檢察官檢警高層 一字排開319就此結案 卻解不開所有人心裡頭的結 兇手陳一雄的家屬記者會痛罵 藍軍窮追猛打要真相 見識關鍵李昌玉更留下著名的伏筆 接案並不是說案件永遠不重新開案 有任何的好的新證據 當然會再繼續開案 從此自稱有新市政的人 前鋪後繼要犯案 就這樣又過了兩年 直到總統大選前馬英九一片看好 陳總統偏偏挑金華街又來走一次 陳一雄家屬忍不住跳出來 開始為319加文 讓馬英九能順利當選 讓馬英九能重啟調查319的真相 加油 熱潮的結果兩顆子彈這次反而把馬英九送進總統府 謝長廷似乎對這個民進黨心中永遠的痛耿耿於懷 馬總統聽到了 在接受聯合報的訪問他說 我認為319槍擊案要去了解 如果當初重要證人翻供的話 當然也得尊重司法 承辦319的台南地檢署 相約主任李靜雯代表說 除非發現新市證或新證據 否則簡幫不會主動處理 那新市證在哪裡 關鍵證人是誰 是陳水扁嗎 國安局肯拿出新市證嗎 319槍擊案就有犯案的希望 東人新聞綜合報導 在選前謝長廷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果輸的話他就要退出政壇 不過謝長廷今天大動作地舉行了記者會告訴大家 他要在5月25號民進黨改選黨主席之前 繼續帶領民進黨來進行改革 謝長廷自稱他的留任是3月維新 向田要不要留任黨主席就看他選在民進黨中央開記者會 態勢已經很清楚 我定位為凝聚黨內共識推動黨改革的黃金時間 也是3月的維新 所以我決定留到新的主席在5月25日選出以後 那麼兩個月後 鄉庭會不會再批掛上陣選黨主席呢 我不會去選舉主席 那我希望在5月25日我會把這個棒是交給一個黨的改革者 而不是一個派系的勝利者 向田和陳總統互動同樣也動見關珍 其實我們氣氛沒有不好非常高興 我們昨天有一個共識 這個改革的時機是稍重急事 貶卸會輕鬆帶過 但鄉庭還呼籲要重新調查319也被視為衝著貶來 其實319發生的時候我有趕到醫院 我的感覺那是很自然的 後來變成好像是那個是個陰謀啊怎麼樣 我不認為當然是我這樣講 社會有一半的人不相信也不一定 但我希望說能夠調查清楚 說不戀政職位 但鄉庭也不打算在這兩個月只當了看守黨主席 仍然要高舉改革大旗繼續拼他的黨內分量 東日新聞李明珍中佳好 台北報導 昨天關鍵的這個貶卸在敗選之後會面呢 讓很多人大做文章認為這兩個人絕對鬧得很僵 因為長久以來這個長扁不合的傳聞 其實不是傳聞是事實了 是政壇之間人盡皆知的秘密 反而是蘇貞昌長久以來都跟陳總統交情不惡 那麼在之前黨內初選時 總統還私下替蘇貞昌拼命的拉票 因此這個政壇盛傳 謝長廷之所以續任就是要全力防堵貶蘇合 陳總統在白色恐怖紀念碑揭幕時 引述了一首德國牧師的詩 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 我不說話 很巧合的是 蘇貞昌之前評論西藏事件時也曾經引用這首詩 扁蘇之間的好交情好默契可見一斑 但對照扁謝長期就被外界做文章有扁長心結 陳總統和謝蘇兩人的距離親疏遠近再明顯不過 連向廷本人都不避諱談這個名詞 我跟陳水扁的關係比較特殊 我們兩個是同黨 所以也有合作 但是我們長期也有長扁情結 這段話說盡扁長兩人之間 既合作又競爭的微妙關係 而且在黨內初選時 陳總統甚至常常在私下場合 毫不避諱地要求子弟兵暗住孫昌 向廷和孫昌兩位天王是同期接班梯次 但相較於孫昌長期尊扁 向廷多次毫不客氣地和扁切割 當政的陳總統總免不了有此心 東新聞綜合報導 現任之後第一家庭何去何從呢 會不會搬到高雄 讓很多民眾感到好奇 那麼第一千金陳信瑜最近面對問題時不願多談 不過下午很多民眾看到了 陳信瑜返回這個民生東陸的這個住家來搬東西 是不是要準備搬家或者是搬回高雄呢 今天陳信瑜避而不打 而在這個敏感的時刻敏感動作耐人尋味 好 導師這個我們看到這個陳總統的這個媳婦 在今天呢高調前往看秀 那麼這個秀呢是一個意大利的名牌 那麼當時黃瑞敬擔任VIP的貴賓 手戴著香鑽的黃金手環鑽戒之外 還有名牌的晚宴包 一身的奢華行頭貴氣逼人 伊林名牌秀出意大利今年最硬的春夏新裝 但比名牌還引人注目的 是坐在VIP貴賓第一排的陳總統媳婦黃瑞敬 身旁全是貴婦圍繞 不時交投接而討論新裝 這是三二投票之後 黃瑞敬首度公開露面 看得出來精心打扮過 短袖閃亮洋裝是今年春夏新款 手戴的香鑽黃金手環 還有鑽戒以及名牌晚宴包 一身形頭貴氣逼人 但看到媒體 黃瑞敬立即在公關人員陪同下快閃 或許是才剛大選完 時機敏感 就連主辦單位都不知道 是誰邀請黃瑞敬出席 應該是品牌他們自己邀請的 我這邊也事先不曉得他今天會來 因為吳淑珍和黃瑞敬都是主顧客 一般來說想要參加時裝秀 至少年消費三十萬 想坐在第一排 年消費更要六十萬元 而這個義大利品牌一件洋裝 三萬起跳 十萬元以上的比比皆是 美麗華府顯然很對黃瑞敬的胃 只是這樣高調出席看秀 和前幾天低調回台的馬家女兒相比 同樣都是第一家庭成員 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 在內閣人事凍結的最後一天 有教育部的同仁向立委洪秀柱爆料 我們說這位教育部長杜正盛的機要秘書 陳麗穎平常為人囂張 美得罪很多人 擔心改朝換代之後遭清算 所以杜正盛利用三天的時間 火速走完了程序 把他外派到紐約 而教育部的相關同仁不願意 簽這個簽程 杜正盛把大家叫進辦公室來罵了一頓 而這位機要在派到紐約之後 個人的心血立刻三級跳 有沒有說真的有知名的部長在罵嗎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沒有 我這個是上面掌管的信我都不太了解 這個 一看到鏡頭擔心的不得了 這也不能怪他 他是教育部文教處副處長 最近因为杜部长赶进杜 要赶在内阁人士冻结之前 让自己人掀卡位 结果透过文教处 把机要秘书外派纽约 结果呢 热来反弹 大概是班晚五六点的时候 就把这个国际文教处处长 跟他一干人等啊 都叫到部长室训刺 因为没有人愿意上签 教育部同仁气不过 直接写了一封爆料信 寄给洪秀柱 上头说杜正盛的机要秘书 陈丽颖为人嚣张 胡假虎微 怕将来留在新政府被清算 因为得罪太多人 所以要求外放 陈丽颖说他可没这么厉害 只是个八指等的小官 但我们来看看 八指等的机要秘书 薪水大约台币五万 一外派到纽约 零零总总加起来 薪水一下子变成五千美金 台币十五万 而且这纸外派令三天就办好 人家驻外人员做得好端端的 也不是有什么不对的行为 而且任期也没有满 就临时就把人家给叫回来了 然后就安排自己的人 所以这整整看起来 都是不太恰当的 短短四天之内 教育部已经发出 好几次的紧急人士调派令 为什么这么突然 是不是要力保自己人 在这么敏感的时刻 恐怕叫人不多做联想 也很难 杜正胜和陈菊一个是教育部长 一个是高雄市长 一北一南的绿营大将 曾经在去年六月爆发利益交换的人事安排 当时杜正胜的儿子杜明怡 进入了陈菊的高雄市府担任秘书 这背后是不是老爸杜正胜暗中推把 当时杜明怡这么回答 我也是对国际事务的东西 非常有兴趣 那所以我想说 对于你说对于台湾的问题 这个东西 我是从我出国 从我以前我就一直在思考 说起来很巧 杜明怡进入高雄市府没多久 陈菊的侄子陈台成 就进入教育部的部长室 占了专委的职缺 就像交换一样的人事安排 爆发利益交换的正义 用基要人也是首长的权利 那我们尊重 如果教育部认为他不试任 那教育部可以进行处理 那他去教育部也跟我无关 都说位置不是安插 只是巧合 但是巧的是 两个人事任用争议 都扯到杜正胜 对外界疑虑 杜正胜从来都没给答案 这次又爆出安排基要 卡位风波 虽然不让人意外 但是如果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杜部长的吃相 恐怕不太好看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好那么在马英九这个 520后的这个内阁新人士呢 传闻最有可能接下金建会主委的是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李继珠 那么以他的财经专业背景 深受肯定遭到点名 那么下午李继珠在台中参加 座谈记者立刻蜂拥而上 问到他这个问题 当然李继珠在政坛翻滚多年 敏感度很高 他只说了一句 要尊重马英九 立刻掉头走人 一起套装 国民党立委李继珠到台中 参加经理人座谈会 对外传有意接任 金建会主委一职 面对媒体 李继珠闭口不谈 嘴巴口风紧 不吐露任何一点消息 因为正值敏感时刻 对于马英九的阻隔案 李继珠能闪则闪 短短几句话 说尊重马英九 给马英九思考时间 李继珠似乎话中有话 但话题一转到 石油调价 李继珠马上停下脚步 如果现在的直升党不调 520之后他势必也要调 因为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去一个靠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 他去抵抗国际间石油上涨的趋势 对于台湾520后的财经 李继珠侃侃而谈 尽管现在还不确定入阁 但从他言谈中 似乎可以看出端倪 东森新闻陈学峰 张志渊台中报导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 今天中午拜访了马英九 事后博瑞光表示 他主要的是要恭喜马英九当选总统 同时也大方的表示 台美关系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四年 马英九 博瑞光两双手握在一起 象征台美关系进入新时代 两个人将近一小时的会面 有谈到马英九访美的相关计划吗 我没有任何新的讨论 没有任何新的讨论 博瑞光提示有带来什么好消息给你吗 他刚刚有说了 他们没有新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 在博瑞光之后发言 马英九不愿讨论访美议题 除了低调也展现对客人的尊重 那到底两个人谈了些什么议题 感谢您的讨论 博瑞光用Excellent 非常好 这个自来形容台北关系 可见对马英九上任后的期待 东森新闻张罪黄军员 SNG小组台北报道 马英九昨天拜访了 这个李谦总统 带了伴手礼之外 向李谦总统表达心意 同时也送了 李谦总统自己写的四本书 那么都是这一次 选举下乡Lone Stay的这个心得 那么李谦总统 也回送了马英九的四本书 而值得注意的 在书里面特别写着 英九总统会存 李谦总统夫妇破天荒 亲自到车库迎接马英九的到来 可见老总统对于这位 后生晚辈的重视 到别人家做客 礼数当然要周全 马英九一共准备了 一盒苹果一瓶酒 当作伴手礼之外 最重要的还有四本马英九的著作 分别是原乡精神 青春铁马向前行 治国还有沉默的魄力 那这四本书 就是他这一段时间 包括到各地拜访 以及包括对国政的一些想法 所以拿这四本书 等于是向李谦总统来请义 晚辈的心意 老人家感受到之外 李谦总统也礼上往来 李谦总统回送给马英九的四本书 分别是细道之傲 诚实自然 新时代台湾人 最高领导人的条件 以及台湾的政治家 李谦总统他一方面 对许多问题都有看法 尤其他刚才送了我跟肖院长 两个人各四本书 还有他的演讲稿 所以大概最近这几年 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呢 他都拿出来跟我们分享 前后总统这么有默契 书来书往 似乎希望透过书中的理念 让彼此更加了解 而根据了解 送给马骁的证书当中 李谦总统还亲自提字 写着应久总统指证 和应久总统汇存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 但已经看得出 两位前后任元首的破冰 已经开启 关系也慢慢加温中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等不到520物价的压力 过要提前引爆了 那么虽然经济部决定 520前油价动涨 但是动不住 因为台所在刚刚就宣布了 从明天凌晨 这一段时间